我上次来吃这个羊肉二十块钱一碗啊 这么多的量 好多人说不可能啊 不相信啊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老板已经说了是羊头肉啊 看到没有 真的是有两两小碗 美食不想做拍雷我来做 大家好 我是熊二 今天我又来了啊 今天我又给我爸带来一瓶这个烂尸副子专车 这家酒厂可不得了啊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他的前身是恒星烧访 贵州三大烧访之一 今天我带着这瓶酒 陪我老爸再小酌一杯 今天我们还是吃二十道老板 好好好 上次拍了这个好多人好奇 我不让你露点 人家说二十块钱这么多肉 是羊什么肉的肉 他们问我你怎么说老板 羊头肉 老板说了是羊头肉啊 兄弟们啊 老板今天你们听到老板说了羊头肉啊 你又又给你放点辣椒 这都是十块钱一杯的吗 这都是十块钱一杯的 你看这十块钱一杯的 没有假的东西 我上次跟你们说是羊头肉 你们可以说是羊头肉啊老板 对对对 我给你们假的羊头肉 你们好多人说不可能 你看 这都是十块钱一杯的 你要多少人是吧 多少人一杯吃 我们两个还要两份二十的 三个块 还是手不要灭 十块钱一杯的 天天来吃吗 天天来吃 天天来吃 这都是十块钱一杯 咱俩来近 这都是十块钱一杯 一口就锅面糟都十块钱一杯 十块一块钱一杯 羊头肉比羊肉的那个啥 便宜点 对便宜点 人家老板说的 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这店我都来了 都三年就有了 这儿我来吧 对 两毛鸭 你说一毛鸭鸭 对对对 我先走了啊 你们好多点肉啊 这是二十一块的 给你们看 真的就是这么多啊 兄弟们 不是忽悠你们啊 羊头肉 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上次啊 我上次来吃这个羊肉 二十块钱一碗啊 这么多的量 好多人说不可能啊 不相信啊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老板 你说了是羊头肉啊 看到没有 真的是有两小碗 这一碗就是二十块钱 上面的羊头肉有两小碗 这是真实的 忽悠你们干嘛 我天天来吃 比羊肉稍微便宜点啊 还是量超级的速度 满满的上面一层羊肉 基本上就是那种小碗 有两小碗 二十块钱 上次这个视频发生了好多人说不相信啊 说怎么可能这么多羊羊肉呢 羊头肉 羊头肉也是也是羊肉 这个羊头肉比这个羊身上的肉稍微便宜点 所以量给的也非常足 人家说好菜配好酒 今天带我爸来喝一个赖室 父子传承 酱香腥的酒 上次我爸也喝过 味道也非常的不错啊 你看这个酒线 看这个酒线 拉丝成线啊 你看拉多高 他都不断给他那个酒线 厉害吧 跟这人拉多高 酒花 看到没有 这酒花 源源不断 哇 来老爸我敬几杯 来 大家都知道 茅台酒是由赖毛 华毛 扬毛 三个酒厂合并而来 其中的赖毛说的就是这家酒厂 1935年一瓶赖毛酒 更是拍出了1070万的天价 堪称最贵白酒 人家说酒市粮食精 越喝越年轻啊 好酒必须配好菜 来来来吃点好菜 来来来 然后把这个羊肉给我爸吃 我少吃一个 来来来老爸 你吃吧 没事 这个羊肉真的太够了 你看 那个 弄啊 哈哈哈 吃不完 你打瓦太多 哈哈哈 太多太多了 就你们了 我也吃一 再给我把东西 看这个羊肉多少 20块钱一瓦 没多吃 等着我吃 我那里 吃不完 你打瓦 有吗 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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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小碗吃了 太多了 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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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 那你 这个酒啊 闻起来 粮食味都是足 来老板 我进去一杯 喝起来毛香味 非常的浓郁 全后 用加强话说 味不会 那喉咙这里不到不辣 说实在话 打个嗝都有一股这个清甜的果香味 跟别的酒真不一样 喝完之后回身暖炎炎的 非常的哇塞 再吃点菜再吃点菜 老爸你也吃啊 这么好的酒啊 因为早些年没有摔摔到位 所以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可惜啊 还有这个羊肉汤粉丝啊 经济实惠非常的经济实惠 口味比较大洞化